交車沒幾天 車變這樣 撞到石墩 車殼裂開翹起 讓車主看了 好心疼 馬上聯絡業務要修車 只是隔了好幾天 不僅車 原封不動 甚至還多了幾張罰單 維修過程中我沒有去催他們 直到5月10號 平正派出所的打電話來 告訴我說我車子有危停 就是這通電話 才讓車主起疑 我有打電話 跟他說我想看車子在哪裡 結果他跟我說車子在保養廠 就是拒絕我看車子 從4月27號到5月13日 這段期間 其實業務還開著這輛車 到處爬爬走 短短17天 里程數高達1000多公里 最遠開到高雄 甚至在桃園地區 還被開五張紅單 其中四張微停 一張超速背記點 遭指控的球信車行業務員 經常拍抖音 介紹車子營造網紅形象 追查才知道他去年底就被投訴 會偷開客戶的車 甚至疑似在車內吸毒 曾經也被警方查獲持有毒品 判處拘役20天 他跟我說是保養廠開出去 可是後面他有承認說他也有開這樣 事後雙方說好要和解業務卻頻頻放鳥 同樣的手法不只一人被騙 至於當事二手車行 車行PO出貼文緊急切割 表示是業務個人行為針對冒用公司名義 已經提告 愛車到底被怎麼利用 無從得知 實際打給當事業務 卻無人回憶 如今車主站出來 只希望別再有人受到同樣遭遇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